过去新闻中我们为您介绍过在南加州 有一位年仅12岁凭优异成绩 进入洛杉矶加大就读的华裔神童海啸湖 而现在在北加州更夸张 有一位年仅9岁的天才儿童亚伯拉罕 不但在大学应邀讲课 也即将拿到他的大学毕业证书 今年9岁的亚伯拉罕天生就对学习抱有高度热忱 据他父母表示他们从来没有强迫亚伯拉罕念书 反而是他自己超高效率的学习速度 让他在4岁就获得资格进入国际天才组织门上 父母也必须让亚伯拉罕离开一般的公立小学 才能让他以自己的速度学习 现在在美国和社区学院就读的亚伯拉罕 不但学习进度远远超过班上同学 有时还能担任课作讲师 从古生物学到天文学都难不倒他 而亚伯拉罕的妹妹提亚拉 现在才6岁 也已经是获得认证的天才儿童